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 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人生如梦 短短的生命 我们短暂的一生 都在寒睡之中 爱所有人 信任少数人 不负任何人 我在诊断你的痛处的时候 却不幸地找到 自己的创伤了 在爱情没有完成它的 一切仪式之前 时间总是走的 像一个扶着拐杖的脖子一样嘛 愚者自以为聪明 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在死语前 为爱而忍痛 为希望而景仰吧 大千世界是个舞台 男男女女不过是细色 登场退场 一生扮演着那么些角色 哎 和他相同 烧起来 得想办法 叫他冷却 让他任意着 那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一个人一生爱的 终归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自己 一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漠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 人世的乌鸦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 死了 睡着了 什么都完了 或者 不如说是没有底的吧 你刚把你的爱倒进去 它就漏了出来 刺进人家的胸膛 它全然是个 穿礼服的屠夫 爱情进了人的心里 是打骂不走的 它既然到了您的身上 就会占有您的一切 人一旦倒冤 它就成了众人脚下的你 而且一旦成你 就没有人肯把它再拾起 姑息的结果 只能是放纵了罪恶 决心不过是 记忆的奴隶 它会根据你的记忆 随意更改 假如我必须死 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把它拥抱在我的怀里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肤浅的早逝 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才势 会在美人的额上 绝身勾浅草 会吃掉西式之针 天生丽质 什么都逃不过 它那横扫的镰倒 质朴 却比巧妙的言辞 更能打动我的心 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躺不拿出来 贡献于人士 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因为思想 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女人啊 华丽的金钻 闪耀的珠光 为你赢得了女皇般虚妄的想象 岂止你的周遭只剩下势力的堵 傲慢的想 撩人也杀人的芬芳 世上本无所谓好和坏 思想使然 德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智慧的德 另一种是行为的德 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 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不要污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 补偿你的过去 心上的瑕疵是真的污垢 无情的人才是残废之徒 善极是美 但美丽的奸恶 是魔鬼雕 九文才的空度 要和一个男人相处的快乐 你应该多多了解他 而不必太爱他 要和一个女人相处的快乐 你应该多爱他 却别想要了解他 爱 要永远有忧愁 做随从 他要永远有嫉妒 来把他服侍供奉 他虽一甜蜜时 却永远要以烦恼中 烦情之所中 永远要贵贱参词 高下难童 因此 他的快乐 永远要低不过他的苦痛 最肥沃的土壤上 最容易生长有草 我们常装出信仰的表情 和虔诚的举动 却用唐医来包裹恶魔的本性 成功的骗子 不必再以说谎为生 因为被骗的人已经成为他的拥护者 我在说什么也是枉然 被摧毁的爱 一旦重新修建好 就比原来更宏伟 更美 更顽强 凡事须多听但少言 聆听他人之意见 但保留自己之判断 当悲伤来临的时候 不是耽搁来的 而是成群结队的 人们可支配自己的命运 若我们受制于人 那错不在命运 而在我们自己 新的火焰 可以把旧的火焰扑灭 大的苦痛 可以使小的苦痛减轻 我可残酷 但不可无良心 我可用语言的利剑 来自车塔 但绝不用真人 少量的邪恶 足以抵消全部高贵的品质 害得人生命昂起 疯狂的人 往往能够说出 理智清醒的人 所说不出来的话 对自己忠实 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习惯简直有一种 改变气质的神奇力量 它可以使魔鬼 主宰人类的灵魂 也可以把他们 从人们的心里驱逐出去 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 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 大地是生化万类的泽姆 它又是掩藏群生的坟墓 造物主给你美貌 也给你美好的德性 没有德性的美貌 是转瞬即逝的 我们耽误时光 好比白昼点灯一样 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 我给人的越多 我自己就越富 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 没有你 一千次的晚安 也只是一千次的新生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 白昼总会到来 不要指着月亮起事 它是变化无常的 每个月都有盈亏缘缺 你要是指着它起事 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 以不一开始的事情 必须用罪恶来使它巩固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 指手画脚的笨拙的连人 登场片刻 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 它是一个于人所讲的故事 充满着喧哗和骚动 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熄灭吧 熄灭吧 瞬间的灯火 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 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 虽然小人全都莫似忠良 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它的本色 命运也像娼妓一样 有一项叛徒卖弄风情 助长它的罪恶的气焰 世间的很多事物 追求时候的性质 总要比享用时候的性质浓烈 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 世人都容易为表面的装饰色欺骗 赏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爱情是盲目的 恋人们看不到自己做的傻事 一个人私利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魔鬼也会引证圣经 来替自己辩护 一个指着神圣的名字 作证的恶人 就像一个脸带笑容的尖徒 又像一只外观美好 心中腐烂的苹果 人们为了希望得到重大的利益 才会不惜牺牲一切 一颗贵重的心 绝不会驱功辅救 笔剑的外表 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 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其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番礼 通向真爱的路从无坦途 别在树下徘徊 别在雨中沉思 别在黑暗中落泪 向前看 不要回头 只要你勇于面对 抬起头来 就会发现 此刻的阴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 向前看 还有一片明亮的天 不会使人感到彷徨 失去 不一定在拥有 转身拥抱 不一定最软弱 一切卑劣的弱点 在恋爱中都称为无足轻重 而变成美满和庄严 爱情是不用眼睛而用心灵看的 因此 生着翅膀的丘比特 常被描成盲目 而且爱情的判断 全然没有理性 只用翅膀不用眼睛 表现出鲁莽的急性 因此 爱神据说是一个孩儿 因为在选择方面 他常会弄错 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丰富的 吵吵闹闹闹的相爱 亲亲热热的怨恨 屋中生有的一切 沉重的轻浮 严肃的狂妄 整齐的混乱 牵住的羽毛 光明的烟雾 寒冷的火焰 憔悴的健康 永远觉醒的睡眠 否定的存在 我感到爱情 正是这么一种东西 疯子情人 世人都是想象的产儿 你要是真的爱我 就请你诚意地告诉我 你要是嫌我 太容易降心相从 那我也会堆起怒容 装出倔强的神气 拒绝你的好意 好让你向我安转求情 否则我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拒绝你的 悲剑和略行在爱情看来都不算数 都可以被转化成美满和庄严 爱情不用眼睛辨别 而是用心灵来判断 虚荣是一件无聊的骗人的东西 得到他的人 未必有什么功德 失去他的人 也未必有什么过失 英族也好 曼陀罗也好 即使吃尽世间 一切令人迷幻的药草 都不能是你得到昨晚 你还安忍享受的寒眠 从前的姑娘把手给人 同时把心也一起给了她 现在时事变了 得到一位姑娘的手的 不一定能够得到她的心 危险的思想本来就是一种毒药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尝不到什么苦涩的味道 可是渐渐地在血液里活动起来 就会像流筐一样轰然爆发 要一个骄傲的人 看清他自己的嘴脸 只有用别人的骄傲 给他做镜子 倘若向他卑躬屈膝 不过天长了他的气焰 突然自取其辱 怀逼甚险 博实谨言 与其被人在表面上 公为而被地理比气 那么还是像这样自己指导 为世人所不容的为好 爱情里面又是 缠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疯子领着瞎子赶路 是这个时代一般的病态 我没有路 所以不需要眼睛 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 我也会失足颠簸 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 而失之于大意 反不如缺陷 却能对我没有异 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因为来到了这个全世界 少瓜的广大的舞台之上 所以禁不住放声大哭 一切事情都不能永远保持良好 因为过度的善 反会摧毁他的本身 正像一个人因冲血而死去一样 想做的 想到了就该做 因为旁人弄蛇插足 老天解外生之 这些都会消磨 言道想做的愿望和行动 该做的事情 已经耽搁 就像马生生感慨 越是长须短叹 越会消失人的经历和稚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大家生活愉快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